你随便问任何一家数码店 甚至是狗东或者恨回收等等等等 你问他们你的手机屏幕都已经爆了 壳都已经变形了 还回收吗 走帅哥别走 我们高价收 那么这些机器最终又去了哪里呢 首先不可能扔掉 当然是选择修好它再卖咯 可是任何人都宣称自己的机器都是无猜无修的 那每年几百万几千万台的维修机组装机又去了哪里呢 事实上大家并没有撒谎 特别是开了几年的一个小数码档口 背后一家人等着养活的 更不可能商谎骗你们 他们即使卖维修机 也会事先给你说明机器的情况 是换了瓶或者换了磕 然后再便宜一些出给你 这个世界可能很缺少智慧 但从不缺贪便宜的人 谁还不认识几个垃圾佬呢 哪个垃圾佬不是88个某鱼号起跳呢 临门坎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苗 由于急用钱 确认收货之后还会反应200人 账号注销又注册 一轮又一轮 一查又一查 还有细细的中低端机型 专门定点推广偏远地区的流量 这么多的人口 每年几百万台几千万台的 维修机组装机 还是消化得了的呢 细节目的 细节目的